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2月28日,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孟晚舟效应加拿大皇家银行职员避免赴中国文章来源,发广于2019年2月28日,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又与中国电信聚博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去年是在加拿大被捕,并因此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近要求职员避免赴中,不愿据名的知情人士指出, 总部设于多伦多的加拿大皇家银行特别要求加国境内的职员避免到中国出差, 且已要求至少两名加拿大职员取消或延后附中行程。 目前尚不清楚此措施将施行多久。 自去年12月初,加拿大警方因美国政府司法护主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以来, 中国政府已在其境内逮捕至少两名加急公民, 理由都是他们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相关法律。 报道指出,加拿大皇家银行个别职员可自行决定其附中行程是否必要, 而部分负责中国项目的投资专员则已进行出差。 发言人表示,银行的做法遵循加国政府建议。 除此之外,银行方面不愿多加评论。 第一份日期为1月14日的通知显示, 加拿大政府建议公民在中国保持高度警戒, 因为北京当局可能任意执行当地法律。 去年12月起遭中国政府逮捕的加拿大公民包括前外交官康明凯和企业家史佩芙, 北京当局声称,他欢迎所有外国人。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尊重当地法律。 在节目结尾, 推我们推荐的你可能有兴趣的视频。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打赏和点赞。 您的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 跨离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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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